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你老盯着我干嘛 我脸上又没写字 是啊 别说写字了 你整个人都快消失不见了 你这家伙还想挨顿打是吧 怎么了 说话呀 敢做就要敢刀 挨打就要站直 你别走 站着 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吧 现在我们俩这样子恐怕拳头挥出去也和空气差不多 与其把精力耗费在无意义的争斗上 还不如早点去晒晒月亮 明明是你先要呈口舌之快 晒月亮 难不成 你真相信那些鬼魂的话 死人才需要靠月光保持形体 你去晒月亮 岂不是等于承认自己已经死了 不然呢 你有别的办法解释现在的情况吗 按这个透明化的速度 咱俩再过一会儿就要魂飞破散了 我可不想变成那样 你要是还觉得自己的身板够硬 能跳出什么五行之外 就继续在这待着吧 说到底 这也不过是入乡随俗 有那么难接受吗 你真以为意识的律者 会怕区区灵体化的靶线 行啊 那我可要先走了 你就慢慢在这儿 玩你的那套艺势流吧 要走你就快走 我送 哦 我认得您 您是十之律者女士的随从吧 哈 你要是再敢把那个称呼念一遍 下辈子就别想投个完整的胎了 诶 是我错了 那您 您该怎么称呼啊 嗯 我们都是旅人 叫我希儿就是了 至于那家伙 你们可以叫他小时 小时吗 总感觉有点落差 嗯 抱歉 我记住了 希儿小姐 行了 我不是来跟你扯废话的 你告诉我 这一带哪里能找到月盐 这个好说 我只给您看 这地方石头确实不少 月盐吗 上次接触他们的时候 还能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他想跟您 这的不一样的东西 拆开到了 毕竟什么都不是 将军来来 releases 没准一开始就是错觉 不我发生的拆开封 你kk 也不是用 涮量拆开封 我发生的东西 算了,眼下不是想这个的时候,不管怎么说,至少身体状况确实稳定多了。趁现在,赶紧多收集一些阅言吧。 这些应该足够了。 还是再多背一点吧,免得有谁真魂飞魄散了,还有愿望。 这些人都没有想到。 真的有效,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接下来,该回去看看那个家伙了 哎呀,这不是我们的十只掠折女士吗 你没事吧 啊,你的脚好像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 我已经感应过了这附近的全部意识 要是那个把我们变成这副模样的魂奈感出现 我立刻就能把他揍趴下 你说语兔 是他搞的鬼倒也不奇怪 所以呢,你找着他了吗 你问那么多做什么 我找到他的时候,又不会去了你的份 行行行,我不问了 喂,你干嘛,吃心疯了吗 这样很疼哎 你喜欢感应就接着在这感应吧 说不定还能把自己修炼成变压器或者发电机 我可懒得管你 我要先去调查这个世界的真相啊 我要先去调查这个世界的真相啊 我就说我自有办法吧 你瞧 这不是照样能活过来 我倒觉得你还是半死不活 说不出话的样子比较可爱 啊,你说谁半死不活 罢了罢了,我现在心情好 不跟你纠结这个 看你这样子,好像也恢复正常了呀 真是靠晒月亮晒的 是啊,我可没你这绿者那么好的命 遇到困难只能自己想办法 别这么说嘛 你这一趟也没白跑 抱着那么多阅言 找得你整个人气色的红润了 等等 你是意识的律者 也就是说 你早就知道我会替你擦屁股 自己又拉不下脸去晒月亮 所以才在那摆架子 胡说八道 听好了,我可不是摆架子啊 没你那个石头 我也有我的办法 是吗 你这人真是的 年纪也不小了 不要那么意气用事嘛 事先声明 我没怕你 但是这次我理亏 我让步 虽然不用你帮忙 我也不会有事 但毕竟受人恩惠 对吧 刚才多谢了 锡儿 好了好了 都说别那么孩子气了 我说自己在感应义势也是真的 而且收获还不少 所以啊 这叫分工合作 你抛腿 我动哪 别人想要还没着福气呢 人都快死透了还能用律者全能 我倒是觉得这事最荒唐 孤陋寡闻 你难道连神之剑都不承 呸呸呸呸 谁说我是死掉的律者啦 你晒个月亮回来就真以为自己死了呀 不会吧不会吧 怎么 你有证据证明我们两个还没死吗 当然 你听好了 刚才这段时间里 我分析了这一代所有存在的心智 可以确定的是 独立成型的心智 就只有你我两个 羽兔和他的跟班并不存在 这不是很显然的事情吗 没必要一遍一遍重复吧 哎 你没注意到问题吗 这附近明明除了你我 还有那么多鬼魂呢 你的意思是 这些鬼魂其实并不完整 倒别急着下结论 那些鬼魂到底是什么来头 我也不知道 他们虽然能跟我们交谈 也有着各自的记忆 但心智的构造却非常混沌 虽然我能给他们植入幻想 却没办法读取他们此刻的心理活动 只能听到一些杂音 说不准 他们根本就没有独立的心智 那他们为什么可以和我们对话 谁知道呢 没准他们还有独立于鬼魂的真身存在 自己不过是真身的一道投影 又或者是这个死后世界本身的规则制约着他们 他们早就已经不能算作独立个体了 唯一能确定的是 他们的构造和我们不一样 证据就是 我能读到你的想法 你想再试试吗 看来你是真的很想再打一架 咱俩没准还真能聊得来 怎么样 趁现在交个朋友吧 你看 希儿和你不在一起 老古董也和我不在一起 想干价就干价 多好的机会呀 总而言之 我们现在肯定还活着 只不过是被丢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罢了 再怎么说 我也是个律者 要是连我都能莫名其妙地死了 那肯定是今天动地的大事 整个地球上恐怕都不会剩下什么活人了 就算是老古董也 怎么可能呢 我是想象不出来 这个时候 他恐怕还在哪里 犹哉犹哉地和苍玄之书一起稀查呢 他倒是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 犹哉犹哉的人 我看是你才对吧 喂 你在心里说话我听得见 无论如何 既然这下我们又复活了 接下来就该想办法回去了吧 所以你有办法了 解灵还须细灵人 我们先找到语兔 把他揍一顿吧 就算这事另有幕后黑手 那我们也顶多算公报私仇罢了 这点上我倒是能跟你达成共识 等我们找到他 就该让他领略一下真正的死后世界了 只是 我不觉得我们现在有办法能找到他 如果我是他 肯定早就逃回量子之海里作弊上官了吧 嗯 的确 有我在 量他也不敢久留 这么说来我们倒不如去找那个希尔 你不是说他跟你一起掉进来了吗 既然他不在此处 那想必这个世界炮的结构 是有什么猫腻 行吧 既然你的能力派不上用场 那我们只能亲自去跟那些不人不鬼的东西打交道了 走吧 去他们聚集的地方 看能不能问出这个世界的构造来 你这想问的东西 听上去就不太靠谱 不靠谱的办法也是办法 不是吗 还是说 你愿意自己带了 你少给我摆架子 走了 走了 是希尔小姐 还有小石也回来了 你好 我问你 最近有见过除了我们之外 其他长得和我们差不多的人吗 很抱歉 我恐怕帮不上你们的忙了 我从未见过你们描述中的人 不过不要紧 二位可以随我一起祈祷 先者大人 一定会实现二位的愿望 得 他又要开始那一套了 我们也不是这儿的居民 先者大人能帮得上忙吗 二位可不要乱说呀 先者大人对信众是一视同仁的 更何况 二位还帮了我们那么多的忙呢 帮忙 二位帮我们击退了狂化的杀士 更重要的是 给我们这些随时可能消失的魂灵 看到了愿望实现的幻境 对我来说 哪怕不是真实的 那也是非常宝贵的画面呢 哦 你是那个想看孙女的 你们连记忆都已经模糊了 但愿望都是比活人还要强烈啊 当然 当然 这么多年 我一刻不停地想念着我的故土 那条原野上的小镜 还有铺满院落的 他 那些细碎的精体 我一直在发自内心地祈祷 希望能够回到人世 想问那出走的女儿道歉 然后用余生偿还我犯下的罪孽 什么 当年 我的女儿曾经爱上了一个年轻人 而我就像每一个顽固的老父亲会做的那样 要求他们断绝往来 甚至那一天 在他们约定见面的日子里 我还前往广场 亲手拆散了他们 虽然 我的记忆已经模糊 想不起那天我究竟做了什么 但那一定是很过分的事情 才会让我永远地失去了与女儿和解的机会 直到多年后 她带着神韵离家出走 贤者大人 请聆听我的祈祷 赐予我指引和祝福吧 她这样说下去要没完没了了 我想你也不爱听这种肥皂剧吧 这家伙的信仰心太重了 我们还是赶快换个人打听吧 喂喂 你好 听得见吗 原来听得见呀 刚才那个那么热情 现在这个又这么冷淡 啊 不好意思 我正在打瞌睡 我认识你 你是小时 对吧 之前那些怪物 就是你们击退的 真是太感谢了 刚刚我就想说了 这到底是 这倒是跑腿肺吧 你不是不喜欢欠别人人情吗 不过 相信死后世界的法则 只不过 像我这种人 活着也是吊儿浪当的 与其叽叽祈祷 争取早点转生 还不如趁现在多睡睡大觉 多混几天轻松日子呢 原来哪个世界都有这种人呢 我倒是觉得 这也算一种活法 所以 你才离那些家伙那么远吗 因为不合群 这倒不是 只是那边 有我深浅认识的人 我总觉得 见了会尴尬 他是我朋友的恋人 只不过 恋情没能被双方的家庭祝福 很常见的故事 对吧 那天晚上 他托我传话给朋友 两人要在某个地方相见 具体是什么地方 记忆有点模糊了 总之 最后的结果不太好 他们的会面 被朋友的父亲拆散了 因为这件事的缘故 我才不想在死后世界 再见到他 我怎么没太听懂 你这最后一句话 跟前面的故事 有什么关系啊 他俩的事情 也不是你造成的呀 虽然是这么说了 但是你看 有我参与的事情 总是办不成 不就说明 我这人运气不好吗 或许真的是因为 不怎么向闲者大人 祈祷的缘故吧 只好离大家远一点了 其实 一个人晒晒月亮也不坏 每次躺在月光里 我都感觉 就像回到了活着的时候 那时的景色可好了 遍地都是白色的那个 那个什么来着 总之不像现在这样 到哪里都是死气沉沉的 行了 我们已经很清楚 你的生活方式了 所以过去的十几个小时里 你也都在睡大觉 没看见任何陌生人 是吗 是 是吧 怎么了 怎么了 浪费时间 看来信仰心太弱 也不是什么好事 是 是 昔儿小姐和 小时 其实是 我是 小时 你这家伙 难道是拿着喇叭在鬼魂里做宣传的 我可没那种雅性 只是在他们之间 消息传得很快吧 所以 这位小哥 小鬼 没搞错的话 你就是那边那两个鬼魂故事里的男主角本人了 故事 男主角 我不明白二位在说什么 我只想快点转生回到原来的世界 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还是没能在这里见到他 这不就说明他尚在人世吗 现在转生 我还有机会再见他一面 可是 如果他刚好在我转生之后的时间来到这里 那不就又错过了吗 不不 要不 还是慢一点让我转生吧 看样子 你也是由衷信仰高塔贤者的那一派啊 哎呀 希尔小姐别开玩笑啊 我们哪有不信贤者的呢 比如说 我和他的第一次相见 就是在向贤者大人祈祷的高塔下 我总是想 如果还能在那里与他相见 该有多好啊 但没想到 我们最终竟然毫无征兆地迎来了局别 那一天 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只知道从此之后 我再也没有联系他的机会 他也终身没能和家人和解 你都没联系人家了 怎么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呀 每次来到月光最亮的那片湖边 我就能回忆起我们之间的点点滴滴 我们在海潮位的空气里 从相遇到分别 那时我们住在同一座村落 一座环绕着美丽晶体的村落 那里承载了我全部的回忆和执念 支撑着我在这个世界的存在 啊 二位 你们曾经传播过贤者大人的意志 我请求你们回答我 我是应该继续在月下等待彼此的重逢 还是立刻迎接下意识那转瞬的擦肩 这种事你自己想去 我就想问你 既然你一天到晚都在这里等着投胎 那么除了我们 你还见过别的陌生人吗 这 我想应该没有 被带走重生的魂魄呢 你亲眼见到过吗 失去月光后消失的魂魄 我的确见过一些 但重生 这 我不确定 行了够了 我们不打扰你了 继续思考你的情感问题吧 果然是浪费时间 怎么样 我没说错吧 那些鬼魂的脑子 他们应该已经没有脑子了 反正他们只能想起那些 生前最执着的念头 可能连记忆都算不上 毕竟没有形体了嘛 容量小点也正常 没准就是因为念头太细碎了 我才会读取不了他们的心声 所以 你想从他们嘴里了解这个世界的构造 也只是一厢情愿 我倒是觉得 刚刚还是有点收获的 你没发现 刚才和我们交谈的几个鬼魂 生前其实彼此相识呢 那倒有可能 但这又怎么了 他至少说明 这个死后的世界 并不是量子之海公用的 他充其量只是某一个世界炮的 专属死后世界 在这里的鬼魂 生前都来自同一个世界 也就是信仰高塔贤者的那个世界 而且那个世界本身也一定体量不大 这样他们才有可能聚集一处 那又怎么 哦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 来自本征世界的我们 不可能因为死亡而被送到这个世界 也就是说 我们还活着 哇 好耶 这个结论 刚才不是已经得出来了吗 你可以等我说完 就像之前打听到的传说一样 他们必须定期沐浴月光 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这些信仰高塔贤者的鬼魂来说 沐浴月光的体验和功效 似乎和他们生前进行的祈祷相近 那说明他们的祈祷可能真的有效吧 量子之海这么大 世界炮这么多 有些奇奇怪怪的法则也很正常 怎么了 你不是还有东西要说吗 倒是无关这个世界的规则 只是关于那三个鬼魂的故事 不就是个普通的狗血故事吗 你不觉得他们的叙述里有一些别扭的 或者说矛盾的地方吗 痴情的年轻人 帮忙传话的女人 还有固执的老人 他们的记忆里 都缺失了关键的一部分 年轻人忘记了和恋人诀别的场景 女人忘记了传话的内容 老人忘记了拆散情侣的手段 这不刚好是整个故事里 最关键的环节吗 因为这些缺失 我们只好从其他人的描述里 补全这个故事 因为他们都已经死了 所以记忆才没那么清晰了吧 人要是死了 意识本来就会跟着消散 能保留点残片也是奇迹 不能苛求太多了 可是 你刚刚还分析说 鬼魂存储的都是 生前最执着的念头 但这些念头里最关键的部分 他们反而想不起来 不觉得这里面有点矛盾吗 嗯 那你觉得是怎么回事 我不确定 但或许 那三个鬼魂的故事 是一个突破口 总觉得有点眉目了 但还是想不清楚 虽然我也不是傻瓜 但单论动脑子 可能还是那家伙更擅长一点吧 谁叫他从小就更喜欢看书呢 如果能像他在长空室那时候一样 明明他都下定决心不依赖我了 我怎么反倒想去依赖他了 岂有此理 我说过来 我听得到哦 但你不会说出去的 对吧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威胁我 这家伙 趁着自己能读心就 等等 读心 原来是这样 我明白了 是误会 自以为心有灵犀导致的误会 持之律者 在那三个鬼魂的故事里 你觉得谁的责任最大 年轻人 女人和老人吗 那当然是固执的老人吧 是他把小情侣给拆散了吗 对 我们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 但是 如果换一个角度 来看他们三个忘记的部分 情况就不一样了 年轻人忘记了绝别的场景 会不会是因为 其实并没有绝别的场景呢 哈 同样的 女人忘记了传话的内容 是因为她其实不清楚传话的内容 老人忘记了拆散情侣的手段 是因为她并没有拆散情侣 我想 事情恐怕是这样的 年轻人下定决心和恋人见面 说清楚两个人之间的问题 约定的地点 就是他们初次见面的地方 向高塔闲者祈祷的高塔下 可是 负责传话的女人 却是一个不怎么参与祈祷活动的信众 所以传话的过程中 信息出现了偏差 向高塔闲者祈祷的场所 被误传成了其他地点 那恐怕就是老人口中的广场吧 于是 年轻人在高塔下 没能等到恋人 误以为对方抛弃了自己 只能遗憾离去 而她的恋人来到广场 却遇见恰好路过那里的父亲 误以为年轻人已经被老人赶走 如此一来 故事里的矛盾 就全都能被解释清楚了 原来如此 你这说的倒是挺有意思 只是 空口无凭 你有证据证明这些推测吗 没有 这多正常啊 大家都已经是死人了 事情也过去那么久了 那些细枝末节 谁又说得清楚 行吧 所以你这思考来思考去的 就只是为了在我面前耍帅 因为你的希儿在长空室大展身手了 你耐不住寂寞 也想做点类似的事 就算你是意识的律者 也不能血口喷人吧 倒是用一下你的独心能力啊 好好好 我不说了 你也别急 我承认你的推测稍微有那么一点道理 那 接下来 我们可以干点正事了吗 确实 而且刚才的推测 也恰好和正事有关 如果事情真的如我所说 不 先别如果了 我们先去和那三个鬼魂对峙 验证一下我的猜想吧 也许 这段故事 真的能和死后世界的结构成上关系 原来是这样 我的罪过 其实没有那么深重吗 原来是我办了错事 还退给贤者大人的天罚 真是太不像话了 就从今天开始 祈祷赎罪吧 我自己也有错 假如我那时 能再坚强一点 再努力一次 也许 结果就会不一样了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二位 明白了真相 我也感到自己 有和他重逢的勇气了 我该怎么报答你们呢 可惜我没有肢体 也没有拿得出手的礼物 没事没事 我们主人不求回报 你有这份心就够了 你当时挺会替人大赌 既然如此 至少请让我帮上二位的忙吧 你们好像在寻找什么人 是吗 是的 不过你不是什么也没看到吗 的确 在这方面我帮不上忙 但是二位如果打算四处找人 就需要储备更多的月延 这样才能维持更长久的行动 我知道这个世界里 月延最密集的地方 每次靠近那里 沐浴那里的月光 都会让我回想起 在高塔下和他初次见面的那一天 啊二位稍等 我这就为你们展示那里的方位 结果也只是问出了一个地名 这就是你说的正事 不 这算意外收获 既然月延能够左右这些鬼魂的存续 那么他想必也会在某个角度上 触及这个世界的本质 所以我们早晚得到月延最密集的区域走一走 行行行你总是有道理 哎 该不会你和希儿平时就经常在脑内互相辩论吧 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你这么能说会到啊 对了 说了半天 你之前提起的正事 到底是什么 我在想 那些鬼魂的记忆不够完整 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你没发现他们知道的情报 都有一些不自然的地方吗 比如 那个年轻人明明再也没有联系过恋人 却知道恋人在那之后的近况 老人明明实际上没有参与整件事 却知道年轻人曾经和自己的女儿私下约见 也就是说 这些鬼魂所拥有的情报 实际上并不是他们本该拥有的 的确都是一些自己不可能获得的视角 正因为如此 他们碎片化的记忆才会留下盲点 造成误会 那么以你的判断 这三段故事中的细节 实际上是来自于谁的视角呢 你自己不都知道了吗 还跟我玩这个 是不是我们还得一起在手心上写好字 再一起亮出来呀 如果你想玩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陪你玩呀 免了免了 你是想说 这三段故事 其实都是来自于 那个年轻人的恋人的视角 对吧 嗯 多半也是整个故事里 唯一一个依然在世的人 三名死者的记忆 都来自同一个活人 这个猜想如果成立 那这里就铁定不是什么死后才能进入的世界 不如说 完全相反 嗯 虽然现在我们还没办法理清结论 但 答案的轮廓 确实已经隐隐浮现了 走吧 剩下的问题 我们可以到目的地之后继续想 看来就是这儿了 风景倒是不错嘛 月光比其他地方都要亮 而且满地都是月延 要是有鬼魂住在这里的话 一定能长命百岁吧 嗯 不过都是阴寿 月延和月光有同样的功效 那么如果是一直沐浴着月光的月延 又会怎么样呢 我哪知道 你捡一块起来研究一下呗 哪里猫出来的 不愧是阴间一样的地方 这怪物长得也特别阴 这些怪物的样子 喂 大家别走神了 能偷袭我的怪物还没出声呢 我来了 你说棒了 你逃不掉了 要当心爱的玩具吗 哈哈哈哈 不自量力 我还没打够呢 怎么就都趴下了呀 他们的行动轨迹 感觉就像被田石吸引的蚂蚁 可惜死得太快 都来不及看清他们的目标 究竟是什么 哼 那你倒是手下留情一点啊 难得有发现一下的机会 我怎么会考虑那么多 你不也一样吗 再说 这里除了月延 其实什么也没有 他们的目标 应该也只是其中一块月延而已吧 那可不一定 虽然外表都是月延的模样 但组成成分还是有差别的 比如 有时候也会有我这种会说话的品种 你 抱歉 从以前开始就总有人说 我不擅长把握玩笑的分寸 不过这里毕竟有意识的律者 我还以为这点小把戏骗不到你们 你 难得有机会看看你这副表情 我就忍不住没提醒你 好了 别绷着个脸了 这我也算是来帮我们的 对吧 嗯 你们好 汐儿 十支律者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曾经和你们认识的许多人都合作过的 薛定谔博士 不过 俗话说原水解不了静客 你们还是先跟我说说 在这边遇到的情况吧 我们下期再见